很多人喜欢与动物相处相伴 今天我们要透过谭爱珍 分享她过往人生中 跟许多动物们相处互动的故事 这个过程也让谭爱珍 体悟如何用智慧 对待动物 保护动物 欢迎收看金典.tv 大家好 我是金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实际上在金典杂志每个月 会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那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 有一天这个画面 就是当本来是个很安静的金典杂志办公室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总编辑 突然大声叫 哇 这本书真是好看 因为这个总编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从一坐下来就花了三个小时 很快把它读完 读完讲说真是好看一本书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我们这个月的一个书宰 这个书宰的一个 这个书的一个撰写人 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一定要我这样讲 他是一个天下无敌 超级 我在想解释不出来 但他就是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知名的主持人 但他不会炒菜 就会主持做菜的节目 也就是我们的老同事 我们的爱珍阿布 阿布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谭爱珍知名演员 主持人 动物保护协会志工 慈济志工 谭爱珍曾经因为先生的爱心 收养过许多种类的动物 有趣的是 与动物互动相处的过程中 居然让原本害怕动物的谭爱珍 转变成为动物妈咪 而且她也从这些动物身上 提升了智慧 不但让谭爱珍的人生大不同 更积极地成为保护动物的发生者 近年来 因为看到许多流浪动物的处境勘连 谭爱珍到处演讲 参与活动 以她与动物baby间的故事 宣导爱护动物的生命价值 获得很好的回响 这本书正是集结了 她与许多动物baby们之间有趣的故事 还有照顾动物的正确知识 和观念 希望借此启发更多人的同理心 用智慧慈悲心来爱护动物 曾经有一个人可以养过六十几只的动物 然后在她旗下的动物 从猪 蛇 鹰 鹰 飞鼠 鳥 对啊 什么东西可以想到的 在家里可以养的的 或是不应该在家里养的 都在你家曾经出现过 是…就像那个比喻就像杜利德医师 整个就是在客厅里面 就是同时会这么多的动物 然后我自己在那个里面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说 我真的就像杜利德医师一样 然后我的女儿呢 也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中长大 然后她每次经过老鹰的前面的时候 老鹰会有一个很高的架子 她会像这样 老鹰站在上面 她一看那个小孩走过去 那个老鹰就会这样 就是凤头苍蝇 就一直大的 应该那个时候据说叫西伯利亚雄鹰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考证 她到底是什么 问了很多鸟会 但是就是觉得很好玩 非常有意思 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家的女儿 是跟猴子伴嘎嘎酒的 是这样 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长大的 你会跟他们针锋支柱吗 针锋支柱是不会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孩 但是确实是心里有点不开心 因为妈妈会先喂狗再喂人 对 因为狗肚子饿了会一直叫 那人肚子饿了可以忍耐 对 所以就是小时候还是会觉得 妈妈又有点花太多心思在动物上面 跟大家讲说这本 爱真麻痺跟那个动物baby的故事 如果借由它的 真的不是一个绝佳的文笔 对 但是是一个真情的流露的一个笔触下来 你会发现说天哪 我们在台湾环境 怎么有一个这么诡异的家庭 那这这么诡异的家庭之间 代言着一个什么动物收容所的一个角色 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中间多少年啊 应该有十来年 你刚刚讲得真的很好 我自己都想不到 那个文笔不是怎么很好的人 我竟然会写完一本书 写到那个我跟你讲 一面写一面想吐 累的 然后连那个甘斑都长出来 你不要 跟那个写这个没关系 不是 很累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一个人要写书是真的很累耶 我们先来谈 是 当时你不是很怕动物的吗 小的时候 对 然后怎么从中间悟到了什么东西 我只是说是不是娶错老公了 娶错老公 对 对 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老公又是非常的有心机 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从来不说他很喜欢动物 是 但是结了婚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了 把他本来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就开始慢慢的就剪 慢慢的收养 慢慢的就剪 那我很奇怪 就说我是硬着头皮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手气还满不错 他剪回来的反正就是外瓜裂枣的 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 那居然我还可以把他养活 是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就上了贼船 然后会发觉 我的手气既然这么好 是 然后就跟他这样子一配合 我们家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 对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深坑动物园或是死定动物园 是 然后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一般在当时那样的氛围 社会环境的氛围上 你养个东西是要吃嘛 对啊 是不是 食物缺乏嘛 对啊 那养着狗是要看家嘛 对 那有谁把那么多 一次养这么多 然后又没收门票 然后这样子一个环境上是 你们来做这件事情 在当时大概是一个牌尼尔吧 在前锋嘛 在做这个事情 是是是 那个时候他只是很单纯 他就觉得说好可怜喔 不忍 不忍心 好吧 他就带回来了 他就带回来之后呢 那我又照顾得很好 就这样慢慢慢慢增加了 那可是以当时的状况 第一个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野生动物 是 因为野生动物没有中途之家 也不知道往哪儿送 那就慢慢狗也增加了很多 那并没有绝育补助 然后飼料就吃得很多 对 我会想象得到 然后我想说请人来照顾 好 我可以出去工作赚钱 我们至少两夫妻赚钱 可以go cover 可是没有人要来 是 他们说好 照顾人会担 你照顾那个狗 六十几只狗 不可以 会吃会拉嘛 对不对 好 最后没办法 我不能工作 是 只好我在家里面照顾 是 然后就靠他 爸爸一个人做 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想说 终于了解到 果然讲说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驾动物园团长 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叫给动物园园长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样环境上 照顾这么多 我觉得你的文章里面有趣 不是说你在照顾的动物之间 你也从某方面爱心当中 变成是在一个学习 学习对这个动物的了解 那你在当时的资讯的取得 没那么容易的时候 你去怎么样去观察 怎么去照顾它 怎么学得它 比方说还担心这些 小鼠或怎么样 怕它们不能吃牛奶等等 还要喂它们吃淡奶 是不是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是 当然我自己也是动物园的 那个动物园最有邪惠的志工 所以我有事情我会 野生动物会打到动物园去问 一般的动物我会问兽医 我们有很多兽医的朋友 但是呢 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我的一只鹅 它突然间肿起来了 肿起来了我问动物园 动物园就傻眼 然后再问人家 他们就说多半这种就淘汰了 就是不要了嘛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说 有办法可以救他 我就 我就绝对不妥协 我就去找 那时候书局也不多 我就找书 书我就看 看到有一个就是畜牧类 我想它应该是属于那一类 畜牧类我就找到 家庭科 鹅的疾病跟治疗 居然给我找到这一本 我就翻 翻…里面发觉 有个症状很像 叫做鹅肝肿 是 我就说那不如我就试试看好了 我就跟医生要了这个消炎药 消炎针 我就每天帮鹅的狗 鹅腿 要跟狗的鹅腿打针 打针之后呢 我就用最好的蚵仔菜 办最有营养的饲料 然后每天照顾它 一个月之后 整个种全部消掉 对 我们要来问一下 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 你养这些东西 怎么让它们相安无事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又会叫 又会呐的 又会追的 又会咬人的 它们怎么可以一家庭 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相处的 然后像老鹰跟飞鼠 它们就会在同一个空间游戏 是 可是那个是天敌耶 对 它是天敌 所以我自己看它们 在酒櫃上面的时候我也在笑 它在想它多好吃 它在想 你不要把我吃掉 可是它们每天 就这样子在一起相处 但是我在想说 这样子一个环境 让它们不要 为食物去烦恼的时候 它们其实是可以 不会互相伤害的 因为在野外它必须要吃饱 它没有办法 所以自然产生 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链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它们也是可以很好的相处 是啊 对不对 是在你的家里那个环境这边 对… 因为有个老妈子 每天在外面准备 各种不同的饲料 还有那些的 对 我们讲的 它的吃的 拉的 拉的多 那样子还有个鹰 就到处都是 炸弹过来的 那怎么办 对 那个像我们家 有一面墙壁 就是有一个门 猫头鹰最喜欢 站在那个门上面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玻墨画 对不对 那个门呢 我们家房间门 它是在家里自由飞 那个房间门 我们始终不敢关 因为一关后面就是 所以我们始终就是 把它贴着墙壁 在你的控制下 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动物 在一个时期 因为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同步存在的话 是超过十种 十种 超过不同种类十种 是 生死不可思议 而且跟着整个家里 一起共处 一起 就是包括人类在那里 当然是 实际上在这样 跟动物相处的过程之间 虽然某方面不见了 就是财产不见了 经济力量不见了 对 但是在某方面成长了 我觉得你是从 无形的 有形的资产 变成你自己的无形资产 在某方面你学到很多事情 学到非常非常的多 我为了跟这些动物相处 然后呢 我舍不得吃它们 因为这样子有情有义的嘛 对不对 变成一个素食者 然后从一个素食者呢 我就开始在思考 为什么他们的这种生老病死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找不到答案 结果我没想到 就是说在佛学的书里面 我可以看到一些 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就这样子 我就接触到佛教 是 然后接触到佛教 然后再用在佛教里面 我佛学里面又接触到慈悸 是 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有很多的学习 然后就慢慢的成长 后来我发觉说 真的钱花光了 那就当缴学费 是 然后我的收获呢 是那些钱买不到的 是 所以有时候是在这本书 不是只有跟动物相处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在一步一步之间 看到他一只妈咪在自己 在跟个动物相处之间 他又得了一个 英文叫Enlightning 就是等于是 释怀开悟的嘛 就是说 藉由这样印证之间的过程之间 然后你自己一直在 人生路上就是往上走 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会征集很多事情 对…不只是开悟 我在写 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还要自己去面对 我不想面对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去释怀之外 我还要去忏悔 因为我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对 我是还有很多事情是做错了 是 那我必须要很勇敢的去面对 我自己做错的事情 然后造成一些错误的结果 是 所以我也必须要把它通通写出来 我不需要人家犯同样的错误 除了在刚才谈到这种 人生的哲学 艾森 妈咪 试图在里面放一些事情之外 我觉得最有趣 在每个后面还把这个动物 做了一个小百科 那也是靠大家帮忙 有好多人帮忙提供 然后也再去找一些资料 但是有一些资料也不全 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本来是说 写用我这个字来写的话 就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有个小孩子 他想要听故事的时候 他的爸爸是如何把这篇故事 跟他的孩子分享 那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演讲 演讲讲儿的故事 讲儿夫妻的相亲相爱 恩爱的故事 那其中有一个先生 他回去就跟太太孩子分享 分享 他说在餐桌上的时候 他的太太跟孩子 就问他后来呢 因为他 我没有讲后来 他就讲不出来 两年后喔 在那个时候台北之音 那个电台里面 我碰到了这个人 他说我太太跟孩子 问我后来呢 我等了两年 我现在才碰到 请你告诉我后来呢 很有趣啊 我在看你这样写 我就跟他讲说 哎哟 我不晓得我老婆这么厉害呢 会好 会好啊 就用这个角度在写这个故事 然后让人家觉得是 我可以当成 每个读者都是爱神妈咪 对… 融入这个故事的情觉 因为我不喜欢很悲情的东西 事实上 我所碰到的这个状况 其实还满悲情的 讲起来 还满惨的 可是我又想要说 把我的 禪式幽默放进去 好 阿姆式幽默放进去 所以我就 是啊 如果妳了解 那个爱神姐的那个 那时候的背景 我先生突然 突然往生 对 然后留下了不是几百万 四五百万的负债在当时 对 遗产好大 对 遗产好大 六十多只狗 然后四五百万债务 所以那个负债是一回事 还有多少的 六十 那时候六十几只狗 那每天吃掉多少钱 然后你还必须 剩你一个人还带着欧阳镜 小孩 对 那真的是一个人生 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想在某方面 你在这动物中间的学习 你归所付出 很多人一起来帮忙 对…真的好 感到很多人一起来帮忙 然后把那个状况 慢慢…调整改善 对不对 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 还好 我那个时候有学佛 是 然后我在最后那个时间呢 我天天读金刚经 所以面对到 我们家那个爸爸 突然间在睡午觉当中 他就毕业了 那我竟然会很冷静的 站在他旁边 读遍金刚经的诗句 请他安心 然后我们家那个女儿 55年级而已 既然会告诉我说 你不要急 你先打电话 通知谁 谁 谁 然后他就站在 他爸爸旁边念佛 是 我就发觉说 哎呀 因为我们面对 这些动物的生老病死 对 所以你在不停的 不停的复许 易许 不停的排练之间 对 从你面对到这些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之间 对 所以竟然可以 很冷静 是 就是说母女两个人 可以这么冷静的去处理一个 我们家的精神支柱 突然之间不见了 但是我想 除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个人之间的环境的小爱 实在你过程之间 也造成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 台湾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一个催生 对 我想这也是一个 你们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那个时候啊 因为台湾没有 没有动物保护法 对 那我们就有野生动物保护法 但是没有动物保护法 对 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 就说怎么办 总不能够 就说我们家爸爸还不错 在最后走的前一个月 他自己也就体悟到一句话说 我们好像只有慈悲没有智慧 对 我们应该是让很多的人一起来做 我们怎么可以自己一头摘下去 去承担这个担子 然后这段话我就记在心里面 然后他走了之后 我们就想要有这个姻缘 刚好跟那时候 当年的台北市政府一起合作 我们就还有好几个动保团体 还包括当年的关怀生命协会 一个悟红秘书长 我们大家就一起在修订 台北市动物管理办法 然后把那个台北市动物管理办法 再延伸到动保法 然后就由他做代表守在立法院 然后我们就说不周全 因为那个法案真的不周全 现在已经有一批年轻人 他们在申请要修法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说 那个会期不过 我们永远没机会 我们就说 好 有法总比 无法好 先让他过 过了以后 未来还有机会修 在这么多的动物之间的相处 你觉得对你最重要哪些动物 有个故事可以简单的 跟观众朋友做一个 用你的阿布斯的方式讲一下 有一篇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在书里面 我自己真的都忘记了 但是我面对了这个 几十只的 六十几只那时候流浪狗 你知道吗 然后大台风 大台风 然后在那个石定的山上 你知道那个铁皮屋是多可怕 台风一来 我就跟我杨洋静说 我们赶快绑屋顶 因为我怕屋顶被飞走 文章的这一段 我说OK 那个风 一吹我们就快点下来蹲着 就听到那个铁皮屋顶 好 过了 爬上去 然后就是说那一段很难忘 然后呢再看到我爱你下大雨 下很大的雨 但是那个 因为以前铁皮屋做得不好会漏 就屋子里面变瀑布 然后里面就淹水 我已经没办法 我一直扫水 扫不掉 最后我就站在那边 对着外面就在那边插着腰 我就 就让风吹吧 就让雨下吧 我就在那边一直唱 自己唱完以后 就一直笑 一直笑 我就发觉 人其实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这么大的考验 然后还有就是说帮狗洗澡 那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 六十几只怎么洗 对啊 你真的有帮狗洗 我本来想问 有 真的有 冬天没办法洗 因为吹风都没办法吹 我们要节约能源 然后我就 用一个很大的缸子 我就穿上泳装 不是比基尼喔 是连身的 然后我就 弄了把大洋伞就开始 我一口气可以洗八支 就八支 然后就是好像生产线 就抓来用水 用水 插 用肥皂 然后放过去 然后等一下再一次冲 再刷洗 然后有些 因为太久没有洗 然后那个毛 就是很多泡沫都弄不起来 那就在我这样帮她洗的 这样经验当中 有一次你记不记得 你来上我的节目 上台北之音的节目 然后你再跟我分享 你到西藏去 然后去了在里面半年 然后回到一个村庄 你说你用了一罐洗髮精 都没有办法洗头 因为都没有泡沫 我现在跟你讲 你当初 因为我们不太熟 你当初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的脑筋画面就是 我当时在帮狗洗澡的画面 我心里在想 你的状况 就跟我当时帮狗 抽不出泡沫的状况 是一样 因为太脏了 我晓得你有帮狗洗澡 这个可以不要再讲了 那实际上好像 像某方面 就是说以自己在这样子 当一个爱护动物 然后把它养下来 那到现在之后 动物全部都 因为环境的因素 动物都不在 但是你现在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我现在扮演的就是 要到外面去演讲 去推广 然后我现在很感动 是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很多 不是参加各种的动保团体 因为台湾大小动保团体 有100多个 但是个体户更多 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 有的是在拍照 有的是用音乐 有的就是办很多的活动 演唱会 然后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推广 以领养代替购买 以前我可能是拿着旗子 我们这批老妈妈 就是带着大家跑 现在我们会跟着年轻人跑 是 他们在前面做 我们在后面帮忙 是 然后我们配合他们 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的经验 我们就提供 如果他们不需要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告诉他们说加油 这条路 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就算没有送出去 也可以做一个叫做生命教育 那如果说非常爱猫 但是他自己没有条件 可以领养一只猫回家 他可以来当志工吗 当然可以很欢迎我们很缺 是 就是来帮忙做些什么事呢 其实他就是帮我们 男生的话大部分就是硬体设施 比如说帮我们一早 帮我们排东西架东西架棚子 好 那女生的话就是他能跟我们学习一些 比如说饲养猫的基本的尝试 还有狗的尝试 然后等到他这些都很熟 所以他可以帮我们做推广的工作 可以解说 对 然后有的猫咪黏人还可以帮忙抱抱 对 帮我们安补 多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 就像我一样 比如说大家觉得一本书 书的某个好处的是说 自制你可以回忆你的经验 在我想你这本书有做到这样子一个企图 就是说除了只是谈到你跟动物的相处 将你人生的经历也放在里面 那将你自己对这个动物的一个爱心 各对这个动物爱心度的走下去 我们大环境上应该什么配合都有谈到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书 真的是 要我这样的讲实在不容易的 对 这本书终于诞生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DuckTV的观众们 永远去购买 这边你看到不是只有艾森姐的一个回忆 跟动物的回忆 你会看到台湾的一个环保路 你会看到一个人 跟什么跟动物的一个互动 我想在台湾这样子书写的书的过程 这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本 我们希望艾森继续执笔下去 可能比你去介绍炒菜的那些 可更照顾人类 这才是我的强项 你知道吗 欢迎下桌同学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WTV 经典杂志1月号封面故事 那内想哭 宜居好生活 台南的精华里 营造社区环境多年有成 获得国际一居社区大奖的肯定 来了解他们众志成城 守护社区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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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